出血 急血超过40公分 大家喜欢下厨吗 还是你比较喜欢看别人下厨呢 Astro即将推出全新的厨艺 最新的节目 厨王早晓 并位及了12位精英厨师 兴认逃手同台竞技 与他们的创意和厨艺 节目支持一下厨王早晓 但这位每一季的比赛的参赛选手 都需要反转大家对食材的既定印象 狂想出新的产品 太好了 厨艺用拳击的方式来诠释指定的食材 这是简单的解决之一了 对于参赛的12位选手 大家的家属经验和食材贝酒都不同 有餐厨业者 专业主厨 美食博主 红佩佩 红贝师 还有竹艺爱好与企业 究竟对方看哪位选手 能够承担夺下那 厨王之刃登上厨王宝座呢 就要大家锁定收看 迪赛战12月8日 开播的厨王狂饷了 不过现在先跟着新闻报报看记者 黄宇鹏和沈家莹的镜头 到今天的媒体发布会 先目准为快吧 尼致扬 厨王狂想宴 今天已是会有 无论新闻 不知发布会的理事 很好 夜才要美食 尼致扬 中文部制作总监李志成表示 忍任类节目向来深深 觀眾出來 黃河肥 廚王三角院在全體空任節目上 全選出座 其中一名新的集數 忽然豪爽紅台點進 並無法畫面繼續 遇到猜測了狂想間 煙覆美食的傳統作法 最近達州應該有一個遇到 廚王禁忌呢 其實會變成一個潮流 我們也看到是一個潮流 所以當時就想到說 要做一代廚王狂 也就是要讓廚師們 可以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然後用他們的創意 來一場的比例 所以可以 他們各有 這樣的想法 我想能夠增添 我們生活的樂趣 因為我們現在生活 都很忙碌 也很多的煩惱 希望可以帶出的虛擬 就是烹飪可以讓你開心 烹飪可以讓你開心 希望觀眾看了 也會重拾下處的樂趣 而作為服務方想宴的 其中兩位節目評審 尼其林異星主廚 譚志廷 和西九星級酒店行政 從來 添